开头这段我没看懂啊 这个神父是在给他注射什么吗 这一刻就休息一下 Arthur 我认识是时间了 你想我来吗 当然我做的 但是看来 我常常是乱丑 那只是一刮 你还在乱丑 小伙伴 小伙伴 Jackie 小伙伴想见你 他现在看到我 或是什么剩下的我 什么是你 我认识是想见一个死亡 帮你時間,你會看到很多人 你真壞人,John Marston 他是個愚蠢,Abigail,我們都知道 現在,道路人 Bill,你坐在前面 在河湖壁,前面的湖壁 沒問題 為什麼我們這樣做? 風雨下降了,我們可以離開 我以為我們躲下 來,來吧 你喜歡我,Josea? 我只是不想要更多人死,Dutch 我們生活,Josea,我們生活 我們生活,甚至你 但我們需要錢 我們所有的東西在河湖壁 你不想要回到那裡嗎? 沒有 聽說,Dutch,我沒有想要你 我只是想要穩定的計劃 那是居落下,然後走到北 現在,我們正確定要駕駛 什麼選擇我們有? Leviticus Cornwall 沒有說話,Dutch 誰是Leviticus Cornwall? 他也是一個大型行駕駛 銷售賣員工廠 好,他真的很好 看來他有足夠的東西 Dutch 各位,現在時間要做到我們自己的事 拿著你的馬子準備好 我們有煙車 搶了別人幫派的計劃 但是,這個 搶劫的火車這個目標好像還是個大人物 我幻影大标课里面配乐也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因为这个游戏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去给你搞一个马仔音箱吧 像这个GTA还能有一个广播 所以说在幻影大标课里面要想配乐的话 这个难度也是很高的 想要风波气氛 这个车会回到北边的大标 我们将它拖开后它跨过去到Grizzlies 有一个位置在那里 让我们有利益 Charles,你会保留着任何驾驶 如何是那些手,在那里? 我会好 好,我会拿到车队和车队 然后跑到区别的 Lenny和Javier,你两个拿到车队 与其他保护 Arthur, Micah,你向前往,那是什么我们在 Mr. Cornwall's private car 你和我,Morgan 你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保持你的头一会儿 你关心自己 足够了 后面 Bill弄了我们需要移动快 大家清楚什么他们做的吗 是的 Crystal 是的 好 好 现在来吧 让我们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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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需要做这个快速 现在是烫 之前 准备人来到我们 看你们 看 看 这就是什么我叫做 我叫做 好,Charles Smith,Arthur Morgan,Javier Escuela and what about young Lenny here? always the first man on his horse just happy we're back at him Dutch you sure you're ready for this kid? course I'm ready just stay calm,keep your eyes sharp that goes for all of you,no mistakes not again so we do this,then we go back to Blackwater to collect how many times you gonna ask the same question,Maker that's a lot of damn money to leave sitting for too long it would be crazy to go back there now the place will be swarming with Pinkertons we go back when I say we go back and that's the end of it the money's safe you'll just have to trust me and if the O'Driscoll's are right there'll be a stack of railroad bonds on this train good money once we work out how to cash them now everyone shut up and get your mind on the job at hand come on there's the water tower hold up here on the ridge dash就像这个阿瑟他前面日记上写的 他们把钱虽然抢到了 但是流到了那个黑水镇那里拿不回来 the bill there yeah you want to head down see how he's getting on okay 这里我们要去帮忙去这个比尔那里 查看一下比尔比尔威廉姆斯 比尔威廉姆斯是吧 这个一代的时候这个John 第一个去找的帮派成员啊 解决掉的第一个帮派成员 目前还没有太多跟他的这个了解 主要是这个游戏里面 嗯说是他是一个被赶走的一个军人啊 有些你先当过兵 这个人就是除了胆子大啊 其他没什么优点 关于这个起爆器啊 我这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因为我是很早很早以前看过这些纪录片 现在的起爆器我也没有了解太多 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用电啊 这个开关一样的那种 一一一碰就爆那种一碰就能起爆 但是过去的时候很早看过纪录片 就是过去的时候很多这个引燃环境 比如说一般来说想爆炸什么都是在矿洞 矿洞里面可能氧气含量比较少 不容易把这个连火柴可能都不容易打着 于是呢他们就在用起爆器里面是一个里面有一个气缸 然后这个气缸里面有一坨棉花 或者说是反正是类似的这种的易燃物啊 压缩气缸以后这个提升了这个空气的温度 然后同时又把这个增加了气体的这个氧气的密度 然后引燃了棉花以后再引燃引线啊 这个引线只要被引燃了 引线的这个成分当中本身就有氧化剂 所以缺氧的环境里面也能继续烧 关键是要把它引燃 这个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 我就这么一说你们就这么一听 这里要叫我们是戴上这个面罩啊 面罩这个东西呢呃 有一点用处啊 这个但是现在还讲不知道啊 等到以后的时候随着这个剧情推进 或者说配合一些支援任务的时候 给大家顺便一起讲 现在的时候还没有太必要 这里看起来他似乎是要在这个车开过去的一瞬间 瞬间起爆的那种 也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是用电的了 连点差来跑动啊 这里跟着这个兰尼和哈维尔 两个一起 他们三个人一起跳上火车 跳上火车之后呢 就开始有关于这一关的这个挑战部分了 这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兰尼给拉上来 作为这个挑战的一环 然后其他几个挑战元素 尤其是这个第二和第三是分时间段的 第四和第五是全程挑战啊 二和三是首先是这个三 在枪战中不受到任何伤害这一点 其实是一个这样的 他的这个枪战中的要求 其实也是在截停火车之后 截停火车之前呢 他其实是受到伤害是不算的啊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火车没停之前 你受到伤害也不会是算到你这个挑战失败 所以呢我们可以趁这会儿蹭一点爆头树 当然还是尽量不要受到伤害比较好 这里我曾经试验过就是想试试 上面不是有他这个煤油灯吗 把那个煤油灯打爆以后 他会不会烧到下面的人 那我其实试过很多次啊 我们看来试一试啊 反正这个没有实现 我们可以试一试 没有时间限制 只能把那个灯打的在晃 但是呢 不能把这个灯打爆啊 烧到那里的人 如果是有 如果是可以的话 这就是一个加分项 你看他是没有灯 我们可以用尽量使用死亡之眼 这个游戏挑战要求是不使用任何制 恢复生命的药剂 所以说你可以继续使用这个 恢复死亡之眼的这些东西 但是千万注意 不要伴随着就是 恢复生命值的那种道具 就可以 之前这个 之前有一期视频 我是有一个说错了啊 就说这个核心值的影响 我本来想说核心值的这个影响 是不影响这个 你的这个用量消耗的 所以说你在战斗的过程中 就优先恢复这个 外圈的量啊 核心的话就不需要特别恢复 但是我当时给说成了这个 这个不影响它的恢复量啊 其实是核心越核心值越高 你这个恢复速度越快啊 但是这个 死亡之眼的恢复速度呢 是这个 一个是核心 再一个就是说你 击杀和受到伤害的时候 会恢复 但是有些战斗的要求 是让你不会 不要受到任何伤害啊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的这个 呃 死亡之眼的恢复渠道 就少了很多 不过一般的时候呢 也不会讲究啊 这个 让你 不使用 死亡之眼的恢复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故意不去 这个 停止火车啊 这样等一段时间的话 兰妮会去啊 这样兰妮上去制止的话 然后就会有 有人偷袭啊 这个列车长会专门有一个 固定的偷袭 让兰妮去的话 这个 列车长就会偷袭兰妮 像这样啊 然后帽子会飞 但这个时候还开不了枪 等他挟持了兰妮的时候 用这个死亡之眼 把他的头爆了 这样的话 又等于是这么个爆头数 我们好像已经爆了三个头吧 然后等着兰妮去截停火车就好 我们可以趁这段时间 稍微这个搜刮搜刮尸体啊 这个有实现的任务里面 搜刮尸体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其实不差这一点 有的是机会啊 在自由探索的时候 搜刮也是够的 你多久以后截停以后 他这个游戏都是固定停在这儿啊 一上来先钻好掩体 主要是接下来我们要注意 十次爆头和这个 在1分30秒内解决这个守卫啊 然后守卫呢 就像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 给大家说的这个 标记爆头法啊 开启 先用辅助瞄准 瞄准这个人物的身体的时候 快速向 远 快速向高处开枪 然后再开启死亡之眼以后 再让这个准心向下拉 瞄准头部以后立马开枪 这样用这种方式利用死亡之眼来爆头 像这种方式 把这些人车上的这个守卫解决掉之后 就一般来说的话 每确保都爆头的话 也就差不多了 哎 嚼烟是最常用的这个 恢复死亡之眼的道具 因为他可以带数量特别多 好等到这个开始来的 哎这句话 这句话之后的来的人呢 就不是这个 就等于是 车上守卫已经都干掉了 接下来是他们的增援 增援的话 你不打 只要你车往你的这个爆头数够的话 就不要犯险 别让自己受到伤害 就在这蹲着就好 之后呢这个大使会带着他们的人马 过来支援 把他们都解决掉 好到这里的话 就算是这个 所有的挑战都完成了 这个任务还好 二周末的话 不算是特别难 就是主要是因为 他不是会重置道具以后 现在因为我们本身是前期 所以装备差不了太多 而这些像 恢复死亡之眼的这个 嚼烟啊之类的道具也能 也是直接可以在这个 前面这个 攻上这个火车的时候 顺便搜尸体也能搜到好多 真是 这个在拔枪之后不使用瞄准的话可以进行这样的快速射击 但是呢游戏里面还有个小技巧是这样的 就是利用死亡之眼上弹 你看右上角打到剩一发的时候 直接开一下死亡之眼 然后呢子弹又恢复 打到一发的时候 开一下死亡之眼瞬间再关掉 还可以恢复这个上弹 这个是一代的时候就有的技巧 现在没关系太多给我们 但是你们小伙子在那里 可能会让你一步回来 这里是好处 现在热一下锯子 要不然你给予死亡之后 那是一步回来 好 来吧 好 来吧 接下来就是Sotan 这里基本上就是每个每张桌上都有点东西 这里有酒 这里有分信 我们先把能拿的减了 这个雪茄 雪茄是牺牲体力核心 牺牲耐力核心 牺牲耐力核心 补充死神之眼的核心 这里是一个食物公司写给利维提克斯 就是火车主人的信 主要是催他结账 结什么账呢 就是说他们勘探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的那个款 这个结不结账是一回事 但是总之可以看出来 他们还在就是已经把这个印第安人赶到他们的保留地了 但是他们还在要进一步侵占 因为要勘探石油 这次又是这个詹姆斯写给这个康沃尔的 就是这个火车的主人 说的是什么 主要是说他看他除了经营这个石油 还经营这个矿业 煤矿而且煤矿那里似乎因为这个劳工管理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他这个也是一些这个在这个 怎么说呢 公关文啊 算是吧 而且还说让他来哪天来参观 然后我们继续搜刮 这里搜到这个高级香烟 一般高级香烟搜到的话都会伴随一个这个卡片啊 这个卡片是一个收集元素 但实际上呢 这个卡片的刷法你可以专门去 你钱够多的话 可以专门去商店大量的去买高级香烟来收集卡片 也是一个方式 找到了 好 好 谢谢神的 来吧 好 好 好 你找到了 这些 钥匙 钥匙 他们值得什么 哦 确实 钥匙钥匙 我认为我们可能会购买这些很容易 好 好 好 你解决了这些 质带 对 我可以解决它 什么 你觉得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是你 杀它们 留下它们 带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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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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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 很多我们的角色会对我们有这个道德影响 但是 其实 其实这里影响也不大 这是我自己家的系啊 其实不用举枪它也会上去的 奔跑来增加这个耐力的这个生命值 这个是最这个最容易涨的一个经验啊 跑跑跑的就升级 跑跑跑的就升级 哎 搜刮主要是拿到这个道具嚼烟啊 这些东西 嚼烟不能卖钱 主要是给我们自己用 特点 继续 大大大 the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told you, we should set up camp in Horseshoe Overlook near Valentine We'll be able to hide out there no problem, as long as we keep our noses clean Well then let's go, clean noses and everything else Arthur, you're in that one, bring Hosea I know you two like to talk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and what's gone wrong with old Dutch I know you two like to talk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and what's gone wrong with old Dutch Lenny, Micah,来过来! 这也算是一个主线任务,但是挑战非常的简单,一个是限定时间6分钟, 只要正常走都是可以过的,然后就是注意后面把哈维尔停车,把他接上车就可以了, 所以主要也就是听他们聊天,了解故事。 好,让我们看一看。 你好吗? 回到那裡 全部看起來好嗎 那什麼事 啊 我破壞了鞋子 好 我們把鞋子安定了 你需要幫助嗎 我猜我們可以處理 好,小子 你和我拿著鞋子 當你嘗試把鞋子放上鞋子 你還要堅強 鞋子安定了 鞋子 我只是說 說不少 拿鞋子 拿鞋子 你沒那麼用力 哈哈 不太 你覺得嗎 如果他們想要麻煩 我們不會看到他們 好,小子 小子 我們真的把鞋子弄了 我們真的把鞋子弄了 在這裏 來吧 我們不會押忍 什麼事 好 好 進去 我告訴你 不太遠 在這條路 我們追上河 然後剪下 海洋 海洋 所以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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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說 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對 你的牙齦 我甚至不知道如果我有一个 尝尝尝尝尝尝 我的父亲是个色彩人 他告诉我他曾经生活与我们的民众 一段时间了 几个人自由 当我们被递移到我们的土地 我们三个人逃亡 我太年纪了我真的记得太多 我都在路上了 几个年后 一些兵典被捕捉了我的妈妈 她递业 我们不见了她再次 我们转过来 他曾经很严寂 但喝起来有很酷 他在买瓶里面 我只是在我的身上 那就是在岁月我们的年纪 我们会找到长童里 可能有点老了 一辈子的彩虹 你从日本没有见过 但他学习快 不快 不快快就像马尔士 在乌尔 等我 我没解释 什么问题 你两个人 Arthur 那是一段短的故事 仍然是向上正的方法? 那是相似的 仍然是向上正的望远 尋找赏赏和赏 和赏赏的森林 像我们有传计 不是 仍然是向上正的方法 在我们逃避的逃途 向上的山河 是的 我相信 你认识这个地方? 有点 我认识这个地方 有很多次 有一个草莓的地方 不太远远 叫做Valentine 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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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改变 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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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达 几书 我工作不能正好 你和我有真正的効果在黑water 也不可能有成功 可能 不可能 這只是... 不像 Dutch 他失去頭像這樣 事件量不一樣 有時會出事 人們死 那是會的 永遠都曾經 我 你 Dutch 我們都都在這條路 工作了一段時間 我們還在這裡 所以 我考慮 我們應該有自己開來 其实前期玩起来会有一个比较痛苦的 就是说记不住谁是谁 比如说现在我们右边坐的赫斯亚 就是说这是一个他们头脑最聪明 知识最丰富的一位老人 担任他们帮派当中的军师一样的角色 身后的这位坐在马车上的这个是查尔斯 之前有介绍过他 他是一个混血 父亲是黑人 母亲是印第安人 也算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接下来要接上车的这个就是哈维尔 哈维尔带有墨西哥口音可能是墨西哥人 之前我们去找这个John的时候 找这个John Marston 就是一代的主角的时候 就是跟他一起去找的 OK let's go any trouble getting in here No it went well This is a good spot Excellent I think this will work for us Right now anyway Here we are gentlemen Home sweet home You weren't long Hodea This place is perfect I hope so Gentlemen We have survived For now Now it is time to prosper Arthur and I were about to prosper in Blackwater We were on to something big Then Micah got you all excited about that ferry And here we are We have all made mistakes over the years Hosea Every last one of us But I kept us together Kept us alive Kept the nooses off our neck I guess I'm just worried I ain't got that long Dutch I want folks safe before I go Me too And now we are stuck East of the Grizzlies And out of money And a long way from our dream Of virgin land in the west I know My brother But we are safe We make a bit of money here Then we move again Head out around them Be west of Uncle Sam In a few months Buy some land I hope so Would you just look around you This world has its consolations Gentlemen I'm going to head into the local town And you know See if I can strike up a little business Of course Herr Strauss I prefer robbing banks to usury Seems more dignified somehow Now Everyone Put your tools down for a moment Come on gather round Quickly now I know That things have been tough But we are safe Now And we are far too poor So it is time For everyone To get to work Get to work But stay out of trouble Remember We are itinerant workers Laid off When they shut down our factory To the north Now get out there And see what you can find Uncle Reverend Swanson No more passengers It is time For everyone To earn Their Keep There is a town A little way down the track Name of valentine Livestock town All mud and morons If I remember right That seems a decent place to start And uh We need food Real food That means every day One of you And remembe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find The camp Gets its slice Now be sensible out there Now the girls have your tent ready Mr. Morgan Come with me You two will be ready shortly We put you over here I'm sur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Miss Grimshaw It should be Most of your stuff from Blackwater got saved Everything apart from my money Oh don't remind me Well We can always make more money We're gonna have to Miss Jackson I've seen shit With more common sense And you do it properly Now 现在是离开了这个 靠西边一点的地方 然后这个往东走了一点 离开了那个寒冷的雪山 然后从这里开始 就是这个第二章了 天气暖和了很多 从这里开始呢 我们的人物就算是可以自由行动了 包括我们之前被分住的 那个雪山那里 我们都可以去 如果下集的话 可能作为一个 开荒阶段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东西给大家讲 不一定就直接推主线 这个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 We got off the mountain and rode east into some pretty enough country called the Heartlands They've been this far east in many a year Dutch seems a little better His eyes are sparkling once more I can see he's thinking a little clearer I think we all feel a little happier the spot of black water and that whole mess Arthur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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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Quite a day Let's hope so There's a bunch of the boys already in Valentine Bill Charles and Javier and Swanson found something down at the train station by the lake apparently and Strauss came back with that creepy little smile on his face I'm sure there's a whole list of unfortunate and it's he's forced money abomb thank you and you I'm gonna read a book 好 接下来就是可以正式探索 但是虽然可以正式探索 但是营地或者说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还没有解锁 需要我们推些任务 我们之后呢 会把这个我们针对性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起做了 经常可以像这样跟营地的成员互动 那么好的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作为金牌的这个达成 前面的那个 解火车的那个任务 因为他这个任务是连起来的 这个还看不到 要查看以后才知道是不是金牌 茉莉 这是他们的 然后在这里按十字键的下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 这个补给弹药的补给状况 这个杀迪在干什么 杀迪的丈夫 就是我们之前救下来的那个寡妇 他的丈夫是被这个 Drisco帮派给害死的 所以是现在应该是 很恨他们的样子 像这样吃下这个炖肉啊 他这个可以补充很多方面的核心 这个还有一个叫这个施特劳斯的这个人 就是刚才的那个他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 然后他就是在帮派里面他进行这个理财工作 四处去放高利贷 然后呢再让这个阿瑟来收债 然后在营地里面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像这种这个杂物啊 这个卫把啊 然后这个批柴扫地啊送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人模式啊可以主要是这个呢是可以直接获得这个死亡之眼的经验值而且可以用来刷身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进度里面查看我们之前获得的这个挑战的情况啊都是金牌都是已经完成了啊在之前也说过在一周目的时候直接完成是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如果是这现在这里可以进行回头再去玩这些任务的话啊这个都已经完成了啊 道具啊什么的装备是会被重置啊重置为这个改定的状态 哎所以说第一次玩的话任务的话准备做充分反而会更容易一些 那么好我们披日柴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更多更新动向请关注非同谷歌的哔哩哔哩动态哦